羅羅羅先生 羅羅先生你好 還好 話真的不能亂說 是我規劃沒有錯啦 我了解 那地方拱詞本來是要設計場沒有錯 我想這個事實就是事實 因為今天這個目的 今天談的題目 因為每次的說明會總是有一個題目嘛 那我們的部分來講 其實 所有的都家編分過程中 捷運的部分 都有問到這樣的問題 我想我們的說明資料都有說明 最早的時候 當然我們的原規化 總是在規劃過程中呢 當然新一線當時呢 是拉到的就是廣執排 就有的啦 那後來當然也是因為大家也知道 有些呢 一些也許是工程上的問題 也許是其他的問題 在當時 就明過我剛剛提到我來的時候 7月9月8月9月的時候呢 在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先做到所謂的 現在所謂的相關站 目前的地方 當然保留將來有延伸的彈性嘛 那後來當然我們也是經過了 去剛剛所提到的 包括地質的一個情形 還有地方上民眾的積極爭取 希望說 是不是呢 再評估 再仔細評估看看 是不是 仍然在地震的部分來講 是可以克服 或者是說 就剛剛所提到的 它本身的一個 目前的一個報告來講 它是可以做建設適用的 所以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機制呢 我們也重新再啟動了 這整個所謂的 新一東元段的部分 那所以當然 今天的題目不是在談這塊 但那個部分呢 我們都已經有說明過了 所以這點 當然你也是要相信 我們工程這方面的一個評估 那另外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所謂的開發 沒有錯 所以我剛剛才說 謝謝大家相親的支持嘛 其實呢 在捷運的來講呢 原來旁邊的住宅區使用 出入口的同風景 必須要使用到地呢 當然他們還是希望 維持原來相關的使用 但是既然用土地開發呢 我們會維持部分的 像是地面層 或是一二樓的部分 當然會繼續說一些商業使用 這是會有的 那至於說 你剛剛所提到的 說像什麼泳村站 什麼的連開發 當然是有 但是我們的車站站 你是沿著福德路走的 是在道路的下方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在上面蓋 蓋出來你的路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會在出入口的部分 會來使用 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在這個R03這個車站呢 它的北側呢 本來就是我們的一塊 所以剛剛所提到的 廣時不外的地方嘛 所以呢 在很早做規劃的時候呢 北側的地方呢 盡量的去退縮 去跟所謂的 政府的一個住宅 不管是商業區 要什麼的一個設施使用呢 我們來做個所謂的 整體的供購 所以原先在博德的BOT案的時候呢 也是併到它大樓裡面去做興建的 那現在因為我們市府 自己的我們所謂的財政局 自己要用攝影機商圈的方式 來辦理 所以我們當然 目前還是要把它放到裡面去 所以各位看到說 將來R03車站是非常漂亮 福德街呢 還是維持它現在的寬度 甚至於兩側呢 再靠近南面的地方呢 就會有所謂的我們土地開發基地 那北側的地方呢 就是公園 商業區 整個蓋起來都退縮到裡面去 所以整個設計來講呢 還是跟我們現在目前的一般出國來講 還是跟附近的一個道來做工作 所以商業使用的還是有 我想先就 這兩個部分來先回答你的問題 好 謝謝 那你剛剛是 我們說這塊基地 這個知道在斷 是 那可能 適不適合蓋機房子 這個你可能就 你可能不不不是不是 我捷運是蓋捷運的部分 我們是捷運的那個軌道 跟車輛的那個行徑隧道的部分 那你剛剛提到建築的東西 可能還是要回歸到 後續的後續的一個相關單位 他們都必須會找人家來做評估的 這會有的 不能蓋到一個評估 不好意思 另外周邊的這個容積率 可不可以提到的部分 發案局說明一下 這個地區 不管是在林口街80巷 或是在福德街84巷 大部分都大概是在 民國65年前後所建造的房子 所以屋嶺大概都是 差不多有40年 平均的屋嶺差不多是40年 而且這個建築物幾乎都是 四層樓跟五層樓的公寓 很多是四層樓加蓋 或是五層樓的公寓 那跟各位報告 市政府就是在99年的時候 就推出了這個 老舊公寓的這個 改建的這個方案 所以透過都市計畫的這個 專案變更呢 未來這個老舊公寓呢 它只要有二分之一的 土地所有群人的統一 當然建築也要有二分之一以上 那基地面積呢 是2000平方公尺以上呢 也可以就是來申請 都市計畫的專案變更 那容積率是以兩倍為上限 就是我們剛剛有說明的 周邊的基地呢 如果老舊公寓四五層部分的 願意來改建的話呢 也可以跟市政府 現在提出申請 那它的容積率上限呢 就是百分之四百 不相反也要吧 好時間的關係 我們接下來 剛剛有三位 那小姐先然後再來 到晚了